早安 今天是2024年4月8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開市追渣姑 今早我們有獨立股評人唐牛 和我譚海韻陪著大家一起開市 唐牛 今個星期大使有什麼焦點 大使焦點 大使焦點 看看季度業績應該差不多開始了 你猜那邊 香港這邊也會 看看季度業績如何左右住港戶 中美今個星期都會分別通過數據 以及北水今天開始回歸 我們節目由第二季開始 都有新面貌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節目 以及推介給有興趣 了解股票市場的朋友收看 觀眾朋友 如果你對投資方面的心得想交流 或者有問題 歡迎來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部HKETF 在聊天室裏講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回升 美國3月份非農新增職位增幅超過預期 就業市場強勁 市場預期 聯儲局會推遲減息 導致連跌4日後出現反彈 輕微高開後 最多是升超過400點 收市升0.8% 收報38904點 標指升超過1% 收報5204點 納指升1.2% 收報16248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 逆市要跌0.8% 歐洲股市向下 法國和德國股市跌幅超過1% 一起看看焦點美股 焦點科技股普遍向上 Meta已經連升第五個交易日 星期五再升3% Amazon也升2% 蘋果股價未升 另外路透報道 Tesla放棄開發低價電動車計劃 另外宣布在美國銷售Model Y會減價 股價跌3% 之後行政總裁馬斯克在社交媒體 否認路透報道 盤後股價回升 重上170美元流上 芯片股做好 AMD和NVIDIA 升幅超過2% 以月託證券形式 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 普遍股價要向下 網易比本港收市高出1% 另外騰訊、美團和百度 都比本港收市低 匯控ADR比本港收市高 升穿63元的水平 一起看看阿泰區外圍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 現在早段升超過400點 升幅超過1% 最新升421點 到39,413點 首爾綜合指數升1點 升離普通股指數向上微升8點 新西蘭50成分股指數要下跌 最新下跌34點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現在最新的情況是向上 不過方向美帥很明確 最新升11點 稍後對原本 會繼續跟大家跟進 港股的情況 我們和唐牛討論外圍的情況 飛龍新增職位就好過市場預期 顯示就業市場依然強勁 上星期五 在美股開市前公佈了3月份 飛龍就業人口的數據 新增職位就升到30萬3千個 這個數字是高於預期 市場預期是21萬4千個 至於失業率 就回落到3.8% 前一次的數據是3.9% 都是符合市場預期的 現在市場就是關注著 聯儲局減息的時間表 先講講聯儲局理事鮑曼 星期五就講到 部分經濟數據現在顯示 通脹有上行的風險 如果通脹回落停滯 甚至有一個逆轉的情況 聯儲局有可能需要在未來的會議上 加息而不是減息 這是鮑曼最新的說法 至於早前 明尼阿波利斯 聯儲銀行行長卡什卡里 也講到 如果通脹方面的進展是停滯不前的話 特別是經濟如果是保持強勁 今年可能是不需要減息 現在最新數據看到了 預期六月份啟動減息的機率 是進一步向下的 最新就去到50%流下 看看Fatwatch的數據 現在最新剛剛看到 就去到46.1% 市場就關注著通脹數據 接下來這個星期稍後 美國都會公佈CPI 現在美國的減息預期 就在再進一步推遲 美股方面也在高位回落 特別是AI、芯片相關的股份都有回套 糖牛理點判斷 近日的回落是否一個吸納的時機 還是現在去到那個息口預期 有一個比較大的方向性的變動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那個後市應該審慎一點 你說是吸納時機還是審慎一點 就很視乎你自己拿著多少貨 我想大家都不少了 是的 如果你說你不少 好像我自己為例 我如果夠貨的話 我就先保住 回落的時候休息 我自己會加些什麼呢 我都有加貨的 我就加一些指數的ETF 即是納指的ETF 以及標普的ETF 這個股就真的 始終近來波動夠大 而且始終夠貨的時候 就暫時沒有什麼特別操作 那是不是審慎的 就視乎你的信念 即是如果你有信念 我想近來都是說 NVIDIA垃圾 又升不到上去 即是有大便 升不到上去已經是垃圾 是的 是這樣的 大家要求這麼高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因為習慣了 還壞了 那我自己就繼續坐著倉 就不管了 就是那句 那你有份贏的有份輸 那暫時就先坐著 你說是不是審慎 還是怎樣 我想近來的美股 都是高位震盪 我形容為 就是你看到 那些通脹數據很厲害 所以就炒 有機會轉加息 就下來 但是你看回星期五 那些經濟數據是很厲害的 但是 那這個應該又是進一步 令到減息預期降溫 但是它又升了 那美股 那所以 我想都是借一些消息 炒著先 就是我會維持的想法 就是只要 那個經濟是可以的話 就算那個息不減 我相信那個美股都可以的 是的 所以就 反過來看看這個禮拜 它的通脹數據 控制成怎樣 現在在估計 就是會上升的 是的 所以都是看著 我想問多一句 你剛才就說 會繼續持有 那些指數的ETF 譬如說 那個股持倉上 你都主力放在那些 NVIDIA 或者那些芯片相關股份 譬如說 比較落後的 蘋果和Tesla那些 你是不是已經沒有貨了 我都有的 NVIDIA就最多 因為真的升得最多 然後你說 蘋果和Tesla 我都還拿著 不過我就沒有什麼特別 怎麼加 就先保持倉位的水平 因為始終兩隻都有自身的消息 好像已經不太當炒了 Apple一向不是炒的 Tesla近來都比較大波動 我免得增加自己的心理壓力 不特別加加減減 暫時就先保持 暫時都不會指贊或者蝕 我沒有想過 都是那件事 信念 一來信念 二來沒理由 美股也會贏 美股是厲害的 但如果有一隻半隻輸 都合理的 暫時就先坐著 好 我們再談多個課題 我們談談日股 好 因為情況就是 日經平均指數 其實上星期跌穿四萬點 剛才看到 雖然有一個回升的情況 但仍然在四萬點以下 星期五就是進一步向下 Yen其實現在就繼續弱勢 譬如美元對日元 仍然是處於大概151的水平 每百日元對港元 未能夠重上5.18算 根據日本交易所集團的數據 其實外國投資者 在截至3月29日 即是上上星期 一週正賣出的日股金額 是有78億美元的 這個數據就是包括了 股票現貨和股票期貨 這個數據就是創了去年9月 最後一個星期以來的最高水平 即是外資淨沽出日股的最高水平 現在關注著 日本幾時會再次加息 以及擔心那個息率和匯價的上升 會拖累日股 你自己現時是否繼續持有日股的ETF 第二季對日股的走勢 你會怎樣看 還拿著一些ETF 另外我也有拿著日股的過股 繼續持貨當然繼續持貨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念 暫時都 一來便宜買回來的ETF 所以暫時那個盈利都OK 收得到的 第二樣東西 我也是跟股神買 我聽不到股神說要股 看到只有外資股 那就由他 又說流出 大佬又是多少萬點 賺了那麼多 是嗎 升到四萬點樓上 吃蠔也很合理 你想一下肚子 這樣 我覺得 我會體諒他們 升那麼多不吃蠔 那怎麼辦 那你暫時就先調整一下 你說日股的走勢 如何影響到日股 其實都很難猜 我覺得 你始終日股 現在是否轉強才沒有轉強過 是 繼續在弱 即是日幣你又說要跌 日幣你又說要跌 日幣你又說要跌 那你是不是都要逼它跌 那你便想 你便喜歡沽它 我自己也是維持信念 只要經濟現在正在炒復甦 或者正在炒通脹的信念 那我暫時都會先保持 你便當這個就是少少的調整 好啊 那你都會繼續持有 你的信息很明確 好 我們看看上日港股的情況 先開圖給大家看看 好了 恆生指數 上星期五缺乏方向 收市未跌1點 港股星期四就是清明節假期 星期五服市之後就高開62點 不過下售就要倒跌 最多就是跌244點 收市未跌1點 收報16723點 恆子收市的報價資訊 由IG提供 國指收市跌11點 收報5863點 科指跌9點 收報3450點 內地股市星期四五都是優市 北水也是同時暫停 星期五全日成交只有736億 大使同仁友商量 上星期五下跌超過200點 低位就去到16480點 這個數據就是失手回了 那堆移動平均線 包括10天線 20天線和100天線 收市能夠跌幅大幅收窄 站在這些移動平均線上面收市 上星期五内地是没有市场,港股向下 不过看到成交就偏低了 但星期二的时候,记得重上17000点上的高位的时候 收市不能够站在那里 不过当天重上17000点上的时候,成交是大升的 其实你怎样预视第二季行指的走势 向下看16000点的支持力度是否都大 以及向上看要突破17000的难度,亦是否比较大 Wendy 你认识得很好,移动平均是一堆的 是,一堆也真的是 没有啦,其实移动平均线也是反映着恒指过往的表现 證明了恒指过往这一两个月 都是上下一千几百点波幅住先 那变成了移动平均线就会抱着了 你说看第二季,这样说,我觉得现在恒指的走势 我又不敢说它很强 你都见到它17000点,几次又要试下来 我会形容是炒的区间是推高了 之前我们又要试15000那些位置 16000就顶住了,现在不是 反过来,16000就顶得住 然后上面有17200 我想将这个trading range调高了 16000点至17200 走着这些千多点的波幅 第二季怎么看呢 我都暂时想不到有些什么的信息 可以令到指数可以突破 那不是的,你说很闷,没有东西炒 不是的,那你就先炒过股 你见到,尤其是这一头半个月 你见到指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上额 但是过股各自觉精彩 要升的有升的,要跌有跌的 我想焦点也先放在过股上 而且始终刚才节目开初所说的 第一季的业绩也公布了 看看过了全年业务之后 到新一年的第一季 过股的造成是如何 好,我们谈谈过股 美团上星期五重启了回购 上星期五的金额是3.4000万左右 回购价是97.6-101.1 美团去年12月起 不时会在公开市场上回购 总金额不超过10亿美元公司股份 第一次回购是今年1月10日 之后连续7个交易日都有进行回购 每日回购的金额接近4亿 意味着美团 其实现在仍然有条件去继续做回购 上次回购期间 股价是一个星期内 由低位累计升到一成至高位 今次的回购能不能够 都期望维持很多日 以及对股价都能够带来支持 因为背景就是 现在我们是4月第二个星期 其实它第一季都是做好 譬如2月已经升了27% 3月又升了21% 现在是100元以上 还能不能够 憧憬回购就能够带动股价 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我想回购就当感尚添花了 因为你看回上一次回购 它应该是在下试招股价的人做 接着都是穿的 似乎力度未必是那么大 我想回购对股价的作用 大动 所以你说今次回购 是不是因为回购带上来 我又觉得未必是 始终它根本自己就很厉害 尤其是事业绩之后 再爆上去 连11月底 10月头的裂口都补了 这个真的很夸张 所以你说 未来怎么看 我觉得它也是在走出油概念 就是我看着 9961 那只葵程爆了 其实葵程爆了 那天也是美团补裂口 就是大家都是 可能拿着一些出油概念去查 所以我觉得3690 如果都继续补裂口 那你就尝试一下 110那些位置 暂时都是逐级逐级上 你说上面很多空间 给你去充的 只不过你的防守威 放在哪里呢 防守威我看着10天线的位置 大概 现在就95元左右 亦都是之前破位的一个阻力区 这样先炒住 10级以上 是的 你觉得是因为出行概念 因为我觉得 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 他说 类似想接了那个 蝕钱的业务 你觉得是关于出行业务 或者出行的 未来有机会有五一 这个因素 会比较大的 我纯粹觉得他们的关联度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大 你看到葵程这段爆上来 美团一起爆上来 我将他们两个 这么大的东西 连在一起 我只想到出行概念 美团有酒店等等 你说是不是炒 是不是炒到那样东西 又未必 但是那些钱 可能在找这堆股票去玩 你看到那些同情旅行 都很厉害 就是七八零 都是强势的 我想 你说是不是等着五一 我也未必 我觉得任何时间都可以炒 炒完五一 又炒暑假 还是怎样 但是那些钱肯炒这些东西 或者反过来说 是不是觉得 内税应该走出行概念会好些 大家可以想一想 好啊 是的 我们谈谈腾讯 上个星期 全个星期 计算三个交易日 升了2% 其实3月升了9% 上个星期五 就升穿310元 上个星期 有些资料披露 就是Nepspers 旗下的process 就是再减持 不过这个消息 就未有对股价 就带来任何冲击 同时就看到公司 就继续回购 你一直之前 都是看好腾讯 会追落后的 你觉得现在就是 完成了追落后 你现在 会不会再继续加仓 去看好腾讯 当然希望他未完成追落后 但也算是幸运 熬了两个月 他终于 站稳300元 留上 process 那件事 当然是减持 难道是增持 所以是很正常的消息 而且 他也是事后说 證明他之前 腾讯很弱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沽 我也不觉得他会沽完 一直都是继续沽 反过来 股价出了消息之后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影响 还有buyback的力度又大了 现在就10亿 之前就6亿 我没记错 所以对于股价承托力 又会大了 你说 接下来 都是看着317个大位 就是东智的阴烛的顶 一直都未破到 看看何时可以站得稳 就算站得稳 又要再打下个大路 320至330都有一块蟹货 暂时看着这些位置 不过我都不期望 怎样可以大爆 你反过来想 你觉得行资会不会大爆 如果你觉得行资会不会大爆 腾讯是不会大爆的 那暂时就看着这些位置 我自己就没有加仓了 我自己也有试试户的 因为我始终300元楼是有买到的 上回300元楼上的 就先减一下 都是维持我对于香港科技股的看法 就是用来炒上落 自己看着来操作 是 好 我们再谈谈小米 上个星期就公布了SU7的定价 上个星期大家都看着它的销售数据 叫做反应都理想 目前已经收到10万架车的大订 但股价在星期二大升之后 就连续两天回落 星期五低位跌到15元 就看到支持 现在大家好像对它的车的感觉都不错 不过股价就像建了一个小顶 那你会怎样看小米的这个前景 直接被它夹飽了 出了车后大夹上去 17元楼上 你是不是之前都不看好它的车? 是的 一向都不看好的 但谁知道它的雪故事的能力这么强 有8万多人扔 这样那样 变成没办法 这些蛋仓都夹死了 但是 清炸了现在 没有了 直接是被收回的 那些蛋仓 那天因为有些事情 没有反手做回 然后现在就炸了几棍下来 现在这些位置又很难再做 那就等它反弹先 我自己也是继续打算做淡它 看看有没有什么位置 或者好一点的水平去做 虽然它说它的性格很厉害 但是我也是觉得 车的一个竞争是这么大的时候 它性格很厉害 但是这个问题 它能不能赚到钱 我都很怀疑 是的 你销售梦 就是你以前电动车销售梦就OK 就是你喜欢怎么买都可以的 但是现在这个时势 大家都在怕倒闭的时候 你去销售梦 我就很有保留的 对于这件事 但是暂时就等着 就再沽过它 是的 有这样看 因为它叫做跌了下来 但是都在全部主要移动平均线上面 譬如你说 想等它弹高之后做淡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或者有没有信心 它上到17元楼上 给你一个漂亮的位置做淡 是的 我想16个多已经要 我也要上了 我也要上了 因为很难上17元那些位置 我想那天出业 就是出那个车的消息 然后夹上去 一大部分都是夹淡仓的 是 夹死了才能再炸下来 所以现在就等会 有没有机会上16元楼上 才再做淡它 是的 有机会的 就是你说 它那些车卖成什么 会不会有些消息 又律下来 或者雷滚又出来说几句 会不会可以再推高一点 才能再做淡呢 我想总有机会的 好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兑换之后的情况 今早三大指数都是低开的 恒指低开73点 开市的时候报16,650点 挖指开市低开31点 科技股指数就低开23点 即货月期指现在跌101点左右 16,635点 科技股方面 开市的时候普遍向下 京东开市的时候 就跌幅大概有2% 100.9%开市 美团、腾讯和小米 开市的时候都是低 上个星期五超过1% 美团开市的时候就99元 跌穿100元 腾讯开市就是305.2%开市 好 那和唐牛谈谈些银行股 银行股上个星期五就做好 那就是国际大银行股 譬如说惠控和渣打 上个星期都升了2% 上个星期五都升了2% 那惠控有几个消息 第一就是出售加拿大业务 终于完成了 6月就会派特别息 另外现在刚才也说到 就是那个减息时间表 就有可能会进一步推迟 惠控现在追是否太迟呢 如果上网的话 能不能重上70元上水平呢 真心是有点迟的 就是连加拿大业务的消息都已经出售 亦都在想到季度要派息 现在你看图已经63.1号半了 但是你说是不是有机会七字头 你如果偷换概念 我认为其实已经七字头了 排了这么多次 是吧 因为你看回 你计算它随息后的价 已经是五年新高 是 回到2018年的水平 是 已经是很强劲了 我觉得 那 如果你从 买来收息概念 我就不介意这些位置 但如果你说我纯粹炒 这个概念的话 可以看着十天线去做操作 因为 有那个特别息在前的话 我相信 在派息前如果跌下来 总会有些盘会买得上去的 那十天线现在是61.6的位置 就是62元以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那汇丰有时候是这样的 很坏的 突然会震一震来 那些位置你敢买 其实应该都可以买到的 嗯 好啊 那其实渣打第一季是升了5%的 跑赢回控 那第一季的时候 就升幅不够1%的 两者之间 其实 譬如现在你当大家是 憧憬会推辞减息 推辞减息 就有利那些银行的息差 是不是都是坚持看好回控呢 你 都是啦 如果你说 始终那个概念会多些 如果你说渣打 如果你说看其他 因为5号仔 你有季度式 跟着又有卖东西的概念 我觉得两样东西加上就够做 而且你看到新闻上面 他最新说可能德国那边都有些动作 一不离二 希望 那会不会又借势又做些东西呢 还有5号仔的派息的政策 是明朗化了的 这件事都会令到大家坐下去的时候 会安心一点 因为之前 他恢复派息的时候 都是很快地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但这次也说明 50%的payout 大家容易计算 我觉得能见度高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继续选5号仔来坐 好 好 我们谈谈金价 因为金价星期五 就再破顶 首先 就问了整体对金价的看法 你是不是觉得 现在可以继续追 然后一会我们都会跟你谈谈 就是应该买ETF 还是买金矿股 会比较好些 是的 金价方面 你觉得现在 铝破顶 但是现在地缘政局又有些新发展 持续紧张 你觉得 是的 你会不会建议大家再聚 如果真的没有货 真的没有货 看看有没有机会回一回 我想现在 我也在想加的 但是加记都加不到 就是这样上 我自己有些实金持住 是很强的 近期你说 地缘政治又升温 然后你看到很多央行都继续买金 现在最新的说法是 是大家对美元开始动摇 哎呀不持镜了 我们持镜了 总之所有原因都都拿出来 去推动金价上升 是的 所以一路破顶 那我自己就等 看看没机会要复回 支持这个顶 之前有个平台区 2200的位置 说实际 金它要复回去 其实很快 可以回得很急 是的 所以我想现在就是耐性了 是那就等 不特別 如果你說你炒的令計 如果你要炒一轉 你喜歡怎樣炒都可以 隨時買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是中長線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高追一些的黃金 是的 比如說你會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有小許回落的時候想追 你會建議是買黃金ETF 還是買金礦相關的股份 我自己都是喜歡黃金ETF 多一些 因為金礦相關的股份 一來它未必是純金 純金的不會很多 你見到紫金的其實也有很多銅 所以這個就比較難一點 而且始終金礦股的Beta也太高了 例如你說金價可能升了% 紫金升了一成都可以 但是反過來 如果它一回落的時候 它就跌了一成都可以 我覺得如果你說買金的 都是預算穩穩的那些東西 我會建議買回ETF 就會好一點 譬如在ETF方面 譬如我自己一向開圖 就喜歡開2840的紫金ETF 但是我看你Facebook 你有時都會說 你都有買308.1 一隻價值黃金ETF 其實ETF方面 你會怎樣選擇 以及這兩隻ETF的主要分別在哪裡呢 實際上兩隻的分別不算是很大的 大家都是拿著實金 如果真的要看一些細微的位置 就是價值黃金 即308.1這隻 它那個金的庫存是放在香港的 它放在香港 應該是機場那邊的 所以應該是全球唯一一隻放在香港 所以你可能會貼一點 因為你知不知道 Spider 金8.1在哪裡的時候 究竟那個情況還會怎樣呢 我想308.1有這個賣點 所謂叫做 另一件事就是 走勢上面 贏少少 308.1 即是看那個Track Record 就跑贏240少少 不過當然308.1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成交勢 所以變得可能活躍度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大家可以因應自己 你說喜歡玩開240的 就叫做240 你說不是的 喜歡那個全金在香港的時候 好像穩陣一點 那你可以試一下308.1 是 好的 多個資訊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待會再見 別客氣 美林投資時鐘是基於經濟增長和通脹 這兩個宏觀指標的高和低 將經濟週期分成四個階段 分別是衰退期 復甦期 過熱期 和滯漲期 最重要是頭幾秒鐘 一定要展示到你那件 key product 和你 key message 或者你想它們知道的東西 你一定要放頭瞄 而且要節奏很快的 最重要是他們設計帖子時的訊號 標題是怎樣寫的 還有有甚麼 hashtag 可以吸引到相關的觀眾群 走進去看他們的帖子也很重要 Ivy所說的就是製作影片的黃金五秒定律 Ivy還有甚麼提示給大家 怎樣選擇影片製作公司 怎樣跟他們溝通 今集理財要貼地 請來擁有超過20年行業經驗的Big Hat Productions 創辦人Ivy 和大家分享 全職媽媽沒有時間投資 ETF 或者是她們入門投資的 其中一個最佳工具 今集就請來光大證券國際環球市場 及外匯策略師湯麗雄 用三分鐘為媽媽們量新設計 ETF 投資策略 不少著名的巧克力品牌 都是來自歐洲 但歐洲基本上沒有出產可可斗 有香港廠商就認為 歐洲能夠做到的 香港都可以 於是投資過千萬 建立香港製造的巧克力品牌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場賺錢 難道人人都懂得怎樣賺? 想做市場贏家 才要掌握市場形勢 在通資金融量 我顧梓君 每個星期會請來金融市場 各路精英 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HIT的話題 用數據探測市場風向 市場贏家 現在進載GT財智脫 回來節目時間 是669點 恒星指數跌了70多點後 又落到100天線 移動平均線的水平 現在最新的情況是這樣的 一起看看經濟日報 今次有什麼問題 今次的AT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中銀香港2388 簡選原因是 公司去年業績略好過市場預期 加上每股末期息有驚喜 刺激股價轉強 另外中銀香港2024年 預測股息率有8.2L 預料在業績增長持續下 每股派息可以持續增加 增長動力之一 是銀行的貸款額增長好 中銀截至去年年底 總貸款升了5.5% 增速繼續高過本港同業 另外東南亞客戶的全貸款額 增長亦高過中銀香港整體水平 在本港順貸需求欠階之下 關注區域化戰略的增長機遇 中銀2023年度的淨利差 以及淨利息收益表現好過預期 加上市場預期 聯儲局開始減息的月份不斷延後 到2025年3月時 中銀香港公布2024年的淨利息收益 淨利息收益的收入 再有驚喜的機會頗高 第二個增長動力 是公司的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進一步升到19%水平 高掛渣打及匯控 而銀行的資本比率高 可以為業務擴展 以致增加股息 回購的子彈亦較多 建議投資者第一注 可以等到股價回到22元買入 如果回落到20元可以加注 短期看券商平均的目標價 大約是26元水平 之後看初步收復價 是28元水平 但跌穿今年1月低位 即是接近12年的低位 17.8元6元就適宜自洩 好 那我們現在就回答投資者的問題 阿簡女士就想問你 我們剛才談過匯控 你都持續看好了 那個匯控和恆生 你會選哪一種去買入 記得剛剛公布完業績的時候 其實恆生就有一個頗大的升幅 如果你說匯控和恆生 我都會選匯控 恆生出了業績之後 那一棍也挺厲害的 因為他的派息 都比市場有個驚喜 和業績都OK 但是你說現在計算 現價的息率就7厘 鬆一點 那都不低的 只不過就是說 你多看好恆生自己的業績 因為始終恆生就是本地業務為主 那本地經濟究竟有多好 或者可否支援到 它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增長 我自己就有一點不夠信念 所以我想 如果大家這樣稱的話 五號仔的炒作概念是多很多 而且始終你純體圖的 五號仔五年新高 恆生還有很多蟹貨要去KO的 那我想我自己大家都是選五號仔 是的 好 那Leo Fisio就想問你這個要財政券 就是1428 他就說值不值得吸納呢 我想他其中一樣東西 那個吸引點就是 他的股息率就很高 他的派息就很高 那現價你覺得 你值不值得考慮呢 我自己就慢慢的 因為一來都沒有買 但如果其實有投資過這些東西 應該都挺開心的 就是Wendy 你也說了 他的派息都真的很高 你看報價機現在是70多利息的 因為他很肯派一些很大額的息 是的 但是你說純粹從本業去計算 說真的 本地捐商可以做多少 我想大家都猜到的 都難做的 你看到一些港股的 無論是成交等等 都會比較難 還有競爭都很大 跟內地捐商去做一個比較 如果你說純粹從收息的角度出發 我自己就真的不會了 因為你太過難猜 他賺不賺到錢 和他派息都不掛勾的 你自己純粹去賭他 繼續派高息 如果他真的不派的話 他可以突然炸下來的 所以變得我自己就沒有 沒有特別的興趣了 如果這個真的要炒的 看圖的 那你就看著一條50天線 50天線現在就一個五毫半 他一直都沒有怎麼穿的 因為其實圖就有少許轉逆 10天20天線都穿了 下一集就看著50天線 那就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好 那其他投資者的問題 我按走了一些東西 你等我一等 石油股今早其實有很多朋友問 花花就想問 他說中海油 他13.8有貨 很開心 但是他現在的掙扎位 就是應不應該先離場 他說中東局勢似乎就做一步惡化 又價又持續高期 他說三統有你預示會怎麼走呢 他現在就很開心了 開心了 但是都在掙扎著 究竟是指賺還是怎樣做好呢 那我覺得如果你其實也不用掙扎 贏了這麼多 我會覺得如果你真的很害怕的 哎呀會回啊 那你就先吃點吧 再將成本再拉低 變得你接下來收息就會很舒服的了 這些就是典型的才識兼收 我想三統有都 你說最近油價也是很厲害的 但是其實三統有最近的走勢更厲害 都完全脫離了油價的一個走勢 那這些位置又不會叫你慢力收息 短炒的我想看著10天20天線 其實都很精準的 就是883 不會去到10天20天線就會彈的了 那我想大家就可以看著這幅圖去炒 至於觀眾那樣東西 那就看看參考一下 會不會吃半流半 就慢慢繼續坐 我想你這些位置賣下去 都真的 就是看你想贏多少 不過都是Happy Problem來的 是的 是的 好,Happy Eng想問你 有幫 今早就繼續向下 但是之前跌了很多天之後 其實看到低位50元好像有個支持 不過今早就要再跌 他說目前的價位可不可以買入呢 其實他想中長線部署 中長線就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真的這隻股票 我都經常都說 真的很難估計 你最近有沒有處理過它 有處理過 有幫助反彈 然後幫助反彈 幫助反彈 幫助反彈 然後再穿底 再穿底就沒辦法 誰知道它穿完底之後才衝上來 所以這隻股票很難搞 這一刻我都覺得是用來短炒算 低位是50元一毫半的位置 穿就離開 但是上面的阻力也很大 是50元一毫半的位置 50元一毫半的位置 50元一毫半的位置 中長線我自己就真的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我不會選它 是 好 那可以參考一下 有其他選擇 我們看看郭Sir說的那個 他說出行股近日假日好像 近日假日多 見到升勢都不錯 但是他就mix了一個浪 他說五一黃金周前 還可不可以短炒呢 葵程還怎麼看呢 葵程是強的 現在這個走勢 都是說香港上市來新高 看看會不會再炒 他之前的頂就大概376元 現在就在那些頂位上增持 那就等他多留一會 10天線就屈上來了 是 下面的支持位 我就會看著355元那些位置 就是之前 他回落之後 連續幾天都好像頂住頂住那些位置 我想當那個是support位 如果你是想著短炒的 最舒服的就是下10天線 現在10天線就361元 可能370元以下 買到的35指市 你博去衝上400元 是 或者這樣說 葵程就非常之強勢 也有一個五一概念 但是如果都是看好五一的 比如說有些朋友看好同情 或者是那些賭業股 會不會建議大家 都可以在現水平級呢 同情都強的 同情都很久沒有試過這麼強 終於被9961一帶上去 其實你買的時候 你會怎樣選擇這兩隻呢 我以往就覺得9961會比較好 因為沒有蟹貨 但是現在780都沒有蟹貨 大家自己去選擇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就沒有所謂 我覺得現在暫時這兩隻的分別都不太大 某程度上780好像更漂亮 至於你說賭股的 我自己就真的很少碰 尤其是大那兩隻27 1928那些其實都很難炒 跟著指數來炒 始終藍炒都很難去操作 就是上上落落 反而Wendy 剛才你都按了 美高梅 或者是永里 2282和128 逃犯的走勢就更漂亮 如果你搏偏少少的 不如搏這兩隻 圖形更漂亮 搏炒五一的 他們的動力會更強 但是2282又是尷尬了 現在這些水平呢 你走去追又好像 都升了不少了 是啊 我想回到之前的support位 10天線現在是13.1 正正就是之前的support位的位置 13元的水平 那就等了 沒辦法了 買得遲就要等了 說市友夾上來 是的 我們先回答這個 封一般的男子問你 883可以開潑嗎 他問你 開潑 你真的是封一般的男子 你這麼大膽 我真的不會太建議開潑 你開潑 你開潑 你現在是甚麼位置洩 你現在沒有位置洩 現在他應該 我沒有看錯 他真的是歷史高位 已經計算了 除色已經是新高 你都沒有位置洩 你怎麼去做 我建議 有個見頂訊號 你才做 例如你看到他 偶爾有些大陰燭性 也有的 而如果你大陰燭做的話 其實也真的有機會 吃到一棍的 我想你出了陰燭 你才做會好些 好 有朋友問 小米現在出了一部車 叫熱賣 他說是否中長線 會不利其他車股 他就是有理想的 135元有貨 他說中線部署 是否應該轉到小米 那我們先回答車股 是否會對其他車股 有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我想衝擊就是 多了人來爭 但是你說小米是否可以爭到 是的 而且現在的說法就是 以小米的性格 其實是賣得便宜的 那你變了 有少許另類價格戰 你始終比競爭者多的時候 一定會搶到別人的餅 對其他車股一定不利 但是你說 喂 你想轉小米 我就一定不會建議 喂 起碼你想現在都叫賺錢 起碼搞車做得到 小米 其實無理率也不差 是啊 無理率也不錯 喂 大哥 小米 他說就說很厲害 他都說明 預了要燒錢 喂 你走去明明 一家正在贏的公司 走去一個叫做燒錢公司 我就真的不太建議 你最多不開理想 但我真的不建議 你因為車而去買一隻小米 是 回答回頭 他135元有貨 你覺得現在應該怎樣做呢 135元這些位置我想先保持 因為你說和賣入價大概十多元 說真的 車股有時候要彈 它可以彈得很快 你看有沒有機會彈 幸好130多元不算很貴 不是說之前業績之後 衝到上17多元那些 你說那些沒得走 你說可以有機會衝回上去的時候 你就動態貸貸一下 暫時你上底105元那些位置 都守得不錯 短線的支持位置就是上天 114元那些位置 看看等下有沒有機會彈回高 而且你看到Tesla好一點 Tesla好一點 我想車股又會好一點 看看會不會彈回去你的馬格 甚至有錢贏 好啊 先看看我們再回答一題問題 我看看 因為剛才剛剛在看內地的股市 你看到港股其實跌幅小了 然後內地股市向下的都是 好啊 我們看看 好 美國好像不斷加起來 去限制那些AI芯片的出口 在今年的大選年 芯片股是不是不宜遮守 這個Melody 我就不太有這個憂慮 當然你說on and off的消息 令到又說不准去大陸賣 但是都已經炒到來這些位置 我會覺得未必太關事 我覺得美股那邊 香港這邊我完全沒有特別的想法 你說中芯啊 華雄半島這些 你剛才回答我是回答NVIDIA 和AMP那些 我是想那些 你說香港上市那一堆 我真的沒有特別的意見 總之中芯的 又拿回14元 你專門拿去炒 OK 炒回20元樓上 你就走 盛在就是拿來炒上落 挺好的 支持位 我想中芯近來支持位 支持位 就14元左右的位置 都已經靠近那些水平 那就又可以炒一轉 是 好啊 好 跟大家報幾個數 我開回恆指圖給大家看 恆生指數 現在的跌幅 就是比開市的時候 就收窄了 跟大家報多兩個數 好 第一就是利岸人民幣匯價 今早就是偏遠的 即是美元就是強勢的 7.247水平 這就是人民幣匯價 暫時就是輕微轉弱 內地股市今早而言都是向下的 跌幅介乎是0.4%至0.6% 跟著港股方面 剛才就是恆指低開超過70點 現在跌幅收窄去到跌33點 國指跌12點 科技股指數就是跌14點 即貨月期指16,710點 跟大家看看科技相關股份 美團就是98.5% 跌穿99元 騰訊也是向下跌超過1% 小米跌幅也是超過1% 京東也是 百度最新跌2% 跌2.2% 102.9% 看看其他熱門股份 就是匯控今早能夠 逆市向好 63.3% 升5.5% 中國移動也是做好的 升2.5% 67.4% 節目完結前 看看大家今個星期有甚麼數據需要留意 美國今晚會公佈 紐約聯儲銀行1月份通脹的預期 星期三會公佈3月份的CPI 星期四會公佈PPI 以及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聯儲局亦會公佈議息會議紀錄 星期五有進出口數據 內地方面今個星期二會公佈新增貸款的數據 星期四有內地通脹和PPI數據 星期五亦有進出口數據 另外提提大家 今個星期 歐洲央行都會公佈議息結果 今早就多謝獨立股票員唐牛 陪伴大家一起開市 剛才提到股份請問你有沒有持有 持有的都申報了 謝謝你 我們明早有博威環球證券的 金融首席分析師聶振邦 陪伴大家一起開市 歡迎預先留言提問 明早同日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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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